越多的软体 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其实利用这个所谓的云端的服务 我们可以很快就做好 那么这里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应用 那老师这个网址在哪里呢 在这边 叫做 您呃 如果您选拨打开在第二十二月也可以看到 或者您直接来这里 打上这个网址 www.webintent www.webintent.com www.webintent.com 您可以先稍微操作一下 那等一下就可以点过去 www.webintent.com 那么这个部分呢 主要的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是叫Photoshop的CS5之后新增的功能 也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拍照的时候会遇到什么 因为不小心拍到不必要的人啊 或者误 对不对 那他可以很轻松的帮你把它去掉 当然这不是百分百 但是呃对于一些 好像我们这个上面您看 有没有 一个在这里 第二个步骤 把你不要的选起来 第三个步骤 才要拿了 这样了解哦 www.webintent.com 所以这个功能呢 就是所谓的就是去除照片不掉物件 那我马上找一个给各位看 三个步骤而已 第一个 载入照片 你把你的照片叫进来 好 那像我有给各位的那个里面呢 我们在 好像 啊我好像没有放 没关系 你随便找一张都可以 假如我找这个 我看一下有没有 啊这个 这一张好像不太适合 我先找另外一个 的电脑里面的 好这里 我拿这一张给各位看 你把他点开 他因为这是原尺寸的 所以很大 我们可以稍微缩小一下 这样有看到了 好 你看拍照的时候 啊 没有修行update一下 你也不能这么大排啊 我要拍照的清堂 不行嘛 怎么办 回来自己处理一下 你看哦 照片第一个步骤改变 第二个 笔刷在这里 你可以变大一点 有没有 紧张到50 把你不要的地方 塗一塗 你要把他刺起 没那么简单嘛 哦 但是我们回来就来刺 不要紧 那有时候呢 你在塗的时候 有可能第一次 读了 诶 效果还不是那么好 没有关系 你可以再读第二次第三次 好 所以他不会去限制你说 诶 你可以读几次 那有时候你可能要分批做 因为一次 我们不见得完全出的掉 好 好了之后就按下 Intend的 无痛处理 好 那他就开始做了 等到做完之后 你可以先看看满不满意 不满意再做一次 好 那最后呢 如果没有问题 就是在这边有个存档 你大概就可以把你存下 好 就可以把你存下 所以这个功能 其实也不用说 你不要用最新的Potoshop 哦 啊 那在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现在去完了 阿伯拜拜的 有没有 这样简单吧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般最好去的就是像这种背景是什么 草地啊 还是岩石啊 还是天空啊 那种比较不容易身边的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 你不说你很厉害嘛 常来说你阿伯伯伯伯伯伯伯 哈哈哈 对吧 所以他就是拿什么 分去周遭的影像去判断说我应该帮你补什么好 所以如果你周遭的 阿你是那种很明显的 比如说你后面 徐车像我们这个是宿的 那他的补特就很难看啊 他怎么可能 假如我挡住这里 他怎么可能知道这后面是他 如果一样去又不是 哈哈哈 又不是立体的 他怎么可以把你拿下来 我可以小心偷看你一下 不可能 所以说你尽量找就是后面比如是树林啊 草地啊 这种都很好去 但是如果你是人 就是后面是人 那可能就会比较不容易 好 所以他还是有他的限制啦 只是说 你可以 刚好如果说你刚好是拍到的 比如说你去公警区啊 那你拍到的刚好是 有人挡住一部分的 其实用这个就很好做